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人默克查验以情为重 选择在风景秀丽 环境宜人 装饰文雅的场所 而官场 尤其是宫廷茶宴 通常在金碧辉煌的场所中举现 宫廷茶宴作为皇帝对群臣的一种恩赐 气氛庄严肃穆 礼节相当严格 茶叶必须是清明前供茶 水要清泉玉液 气要名贵慈敏 茶宴进行时 先由浸室施礼布茶 在皇上带领下 群臣举杯文香品味 赞茶谢恩 直到相互庆贺 都以品名贯穿始终 整个茶宴仪式大致可分为迎送 庆贺 图仪 观景等内容 以上一颗 大致不仅直到 但 move我че tack死啊 蓝包长刘裁可以 加热湯 待面让我何国路 这更是高 cyan 试着的嘴巴 而寺院茶宴都在僧侣之间进行 茶宴开始时 住持按一定程序冲气香明 依次递给大家品饮 冲茶 地阶 加水 品饮等 都按教仪进行 在赞美茶香 茶味 茶色之后 义士书锦 诵佛论经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靖山茶宴 靖山位于浙江渔航临安两地交界处 这里古墓参天 溪水丛丛 山栏叠脆 自古就是盛产明茶的地方 山中的靖山寺实践于唐代 自宋代到元代 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 历代以来 靖山寺饮茶之风颇盛 常以本寺所产明茶代客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一套以茶代客的礼仪 茶宴 每年春季 僧侣们在寺内举行茶宴 做佛论经 靖山茶宴讲究仪式 由住持法师亲自调茶 以表静意 然后命靖世一一奉献给 复宴僧客品饮 僧客接茶后 先打开碗盖 闻香 再举杯观色 然后才开始尝味 一旦茶过三巡 便开始评论茶品 谈试蓄仪 诵佛论经 关于靖山茶宴 王姬靖山师写道 灯高洗两座僧楼 共与茶林亦更幽 万丈龙潭飞铺道 五封灌树片云收 公元一二五九年 日本南浦昭明禅师 来靖山寺求学取经 学成回国 将靖山茶宴 一道带回日本 在此基础上 形成和发展了 日本的茶道 送食茶宴的盛行 又导致豆茶的产生 从而丰富和充实了 茶宴的内容 明清以后 茶宴优胜 公司茶宴更是寻常之事 大江南北茶放林立 三教九流 茶宴不绝 清人这样写道 上自朝廷音响 下至接见宾客 接先知以茶 品在酒里之上 古代茶宴 特别是文人茶宴 在精神品味上是十分高雅 明朝大画家文辉明 给后人留下的 绘山茶绘图 可以让人具体地感受 古代文人以茶绘友的 雅裔情绪 它代表了文人茶宴 在意境上的追求 不仅可需友情 品名作诗 还可以欣赏周围优美的环境 自然清新 而不失古风 近代 为了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的茶文化 又赋予了茶宴 新的内容和形式 常见的有结婚茶宴 喜庆茶宴 文化茶宴 生辰茶宴等 有些地方 还经常在新茶开始采摘时 仿照古代茶宴的形式 进行点茶 观茶 文茶 品茶 论茶 共同探讨 发展当地经济的方针 当今流行于 湘西 厄西的雷茶 贵北的油茶 广东的澡茶 西藏的酥油茶 都是古代茶宴的 延伸和发展